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有粉絲私訊來問法王說 他的保險業務員告訴他 要合法結稅呢 只要是人受保險的受益人 就通通不用被課所得稅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個誤會大了 讓法王慢慢來說給你聽 其實到底受益人會不會被課個人的所得稅這個問題 不能夠一概而論 我們可以分兩個情形來看 第一個情形是 如果說要保人和受益人是同一個人的話 那這個時候因為要保人和受益人是同一個人 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會被課到所得稅 這個時候無論保險金額有多高都沒有所得稅的問題 那第二種情形呢 是要保人和受益人是不同人的情形 要保人和受益人不同人的話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適用所謂的 最低稅復制 再說一遍 最低稅復制 也就是說呢 受益人他所領到的保險金 如果是在新台幣3300萬以內 是不會被課個人綜合所得稅 但是如果金額超過3300萬的部分 就會被課個人的綜合所得稅 但是呢 這個問題也不是無解 如果說你有成年子女的話 其實你可以將保險金分配給不同的成年子女 並且呢指定他們分配的比例 將每一位受益人所可以得到的保險金 控制在新台幣3300萬以內 這樣子就通通不會被課稅了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的人壽保險是6000萬 那6000萬的部分 你可以把保險金呢指定兩個受益人 一個是你的太太 另外一個是你的成年子女 受益的比例各是50%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你深顧的話 他們每一個人可以分到的保險金 就是新台幣3000萬元 通通低於3300萬 就不會超過最低稅付制的門檻 當然也就通通不用繳個人綜合所得稅囉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我是專門解開各種保險法律上誤會的大寶法王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